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进步、成长 多少人瞧不起自己的工作 有多少人一边工作一边抱怨着老子不干了 可还是每天可有可无地工作着 既然在工作,既然是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充满感恩的开始每一天呢 要知道最高的情商其实是满怀感恩的去工作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最可怕的事情是自己没本事还瞧不起工作 这种员工千万不要请 要不然老板倒大霉 在开始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因你们而精彩 有位父亲曾告诫儿子 工作了就要用心 假如第一份工作就有很好的薪水 那算你运气好 要努力工作以感恩惜福 万一薪水不理想 就要懂得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记忆 这位父亲无疑是睿智的 所有年轻人都应将这三句话记在心里 始终秉行这个原则做事 或许我们的工作无法尽善尽美 但还是要感谢工作环境 感谢老板 感谢每一次的工作机会 满怀感恩之心去工作 即使起初畏惧他人之下 也不要去计较 积极地将每一次工作任务 视为一个新的开始 一段新的体验 一善通往成功的机会之门 每一份工作都有宝贵的经验和资源 失败的沮丧 成功的喜悦 老板的严苛 同事间的竞争等 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工作者 走向成功必须体验的感受和精力的锻造 一家知名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这样说 目前一些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 还没干活就先和老板谈条件 或者在新岗位上刚取得一点小成绩 就和部门主管讨价还价 这是不合时宜的 他们应该懂得感谢企业的培养 而不是计较是否应多拿几百元钱 应该在自己有业绩的时候 再向企业提出合理的加薪要求 这样在企业里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一位程序员在一家软件公司干了八年 正当他得心应手时 公司倒闭了 这时又恰逢他的儿子刚刚降生 他必须马上找到新工作 有一家软件公司招聘程序员 黛玉很不错 他信心十足地去应聘了 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 他轻松地过了比试观 两天后就要参加面试 他对此充满了信心 可是面试时 考官提的问题是关于软件未来发展方向的 他从来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被淘汰了 不过 这家公司对软件产业的理解让他耳目一新 他给公司写了一封感谢信 贵公司花费人力物力 为我提供比试 面试的机会 我虽然落败了 但长了很多见识 感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这封信经过层层传阅 后来被送到总裁手中 三个月后 这位程序员意外地收到了该公司的陆永通知书 原来 这家公司看到了他懂得感恩的品德 在有职位空缺的第一时间自然想到了他 十几年后 凭着出色的业绩 他成了公司副总裁 在企业中 知道感恩的人会更受到欢迎 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许多知名企业在招聘员工时 看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专业知识 而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融入企业的速度 换句话说 就是能否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去踏实做人 做事 然而 现在有很多员工可以为一个目录人点滴的帮助 而感激不已 却无视朝夕相处的老板的种种恩惠 他们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视为纯粹的商业交换关系 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在给儿子的信中 曾这样写道 现在 每当我想起我曾供职的公司 想起我当年的老板休伊特和塔特尔两先生 内心就涌起感激之情 那段工作生涯是我一生奋斗的开端 为我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我永远对那三年半的经历感激不已 诚然 雇佣与被雇佣是种契约关系 可在这种契约关系的背后 就不能有感恩的成分吗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次工作机会 才有了生存的物质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我们的聪明才智才有了萌芽的乐土 我们的人生阅历才得以丰富 我们的能力和才华才有得以施展的机会和空间 所以为什么不告诉领导感谢他给你机会呢 当然每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自己的努力 可无论你的行为是多么的完美和明智 你都不能不对别人心存感激 想想自己的每次行动 哪一次没有别人的帮助 正是有了同事的理解和支持 还有平时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知识 才让你有了成才和晋升的机会 所以有人这样说 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先存有一颗感恩之心 实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 同时也要对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 怀有敬意和感恩之情 领袖的责任之一便是谢谢 一位由普通职员晋升为总经理的人士这样说道 我刚到这家公司时 只是一名没有任何经验的普通职员 为什么在短短两年内就被晋升为总经理 这是因为我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工作 我感谢老板给予我的机会 我感谢同事对我的点滴关怀与帮助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正是这种感恩心让我更加努力工作 尽最大的努力来回报这一切 没想到生活却给予我更大的回报 满怀感恩去工作 并不仅仅有利于公司和老板 感激能带来更多值得感激的事情 这是宇宙中的一条永恒的法则 受人恩惠不是美德 包恩才是 当人拥有感恩之心的时候 美德就产生了不要以为工作是平淡乏味的 当你满怀感恩之心去工作时 你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一个更有清和力和影响力的人 一个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的人 你要相信 感恩将为你开启一扇神奇的力量之门 发掘出你无穷的潜力 迎接你的也将是更多 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成功机会 最后送给大家七句话 愿大家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长了你的见识 感激鞭打你的人 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 感激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 感激绊倒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激斥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会 感激所有使你坚定成就的人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